Ooho 我們戲裡面的長輩真的都對我們非常非常好的 不管是經驗上面的分享 或者是在這劇族生活裡面的照顧 我都覺得他們真的是太了不起 他不會以一種 我是你們的前輩的感覺來跟你講 這些比較像是 就是他分享他拍戲的經驗 我在這些長輩旁邊 看他們演戲或是私底下跟鄉索的時候 我都會很認真在觀察他們的舉鬥這樣 我自己的婚姻我自己會管嘛 那一場戲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南哥氣勢很強 我又怎麼辦 我還一邊吃飯一邊嗆他 排戲的時候 我就已經卡卡的 就是像花亮的心態一樣 你想要把最好的東西全都是展現出來 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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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關心花亮就好了 但你有時候就是很奇怪就是這樣 你越想好就越不用你好 對不起我講錯 我講成那個我自己的名字 南哥對不起 對不起沒有不會啊 他們其實真的不用在現場幫我們對詞 因為根本就鏡頭沒有帶到他們 可是他們就是真的會抓在那裡陪我們 而且是給你滿的情緒讓你對 然後我就天啊他們人太好 他們的資歷 他們根本就 然後後面真的是 順著南哥的帶領 我才撐過那場戲 沒關係啦 給你來也好了 謝謝南哥 然後龍哥就說 你這邊喔 你這邊你眼睛就要盯著我 不能輸 雖然被我打 你不能輸 你眼睛盯著我 你要把你所有 壓在心裡面的所有的話都要跟我講 在那個當下你就覺得 喔那個表演就是很精準 他知道這個當下他要 應該要怎麼做 那個戲就會出來 因為南哥那時候 我看完我跟那個蔡花姐演戲之後 他就會問我說 第一次演戲 然後我那一刻就是 被擊垮 我就說 沒有啦 我演過戲 你怎麼那麼卑鄙啊 就正式來之後 我們不是有先走幾次戲嗎 然後他就會一直跟我講說 就是不夠 再來 不是這樣子的 你不可能只有嘴巴上罵我 你動作呢 你身體怎麼會 你人那麼激動 身體都會不動嗎 就是他就是 完全就是叫我要 給到兩百 你知道什麼叫做養嗎 他給我的幫助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 平起平足的在做這件事情 不要怕說 因為我猜這男生 所以你不敢凶我 我覺得這是他給我最大的幫助 就是他讓我有 勇氣去跟他對心 嗯 不要緊的啦 不要緊的啦 OK